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弗丽莎 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现场呢,为您邀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 他在政治评论界已经享有30年的经验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欢迎Ethan Ethan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最在行的 我都装不下去了,哥们 对,我也是 你为什么一直戴帽子啊,不好看吧 就是上节目感觉就是 好吧,那我拿下来吧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为什么要特别有约这样的装饭 那想是跟大家玩一下,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前两天接到了一个电话 我希望这种电话以后不要再打给我,以后直接打给Ethan就好 女生跟男生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处理这个情绪方面的问题 所以说以后大家如果看我们节目有什么不爽的话,可以直接跟我讲 那主要就是来讲一下说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 其实是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但是只见过一次的人 有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那他那个电话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告诉我们说 实在是太差了,尤其是看完Ethan采访那个秦政国市场的那一集之后 他说你们那个主持人素质实在太低了,实在是太差了 然后他劝我们说就放弃吧 因为一个是看我们比较年轻 他说你这个呢,如果讲政治评论 你如果要是没有超过十年以上的经验的话 他说那你干脆就不要讲 他觉得我们讲的东西全部都是废话 那他是一个有什么从业二十年经验的一个业内的人士 以前在中国大陆是哪个哪个电视台的 然后就是好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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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人 对,然后他看完之后他认为我们做的东西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价值 然后打电话来劝我们就说如果要真想活得下去的话 就不要再做这个东西了 我说那您建议我们要做一些什么 然后他告诉我们说可以建议我们去做一些吃喝玩乐的东西 还有就是我们接到了很多就是说什么 你们两个就是纯粹就是想红 女的就是漂漂亮亮的男的这样帅帅的 然后呢,你们就是刻意把自己弄成那个样子 然后好像就是想要利用现在的议题 然后来去炒作自己,让自己爆红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才会穿成这个样子 那当然我们的节目也想提升品质 我们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建议 然后希望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这个也是我们做节目 或者是我们作为这样一个平台的主持人 应该去虚心地接受一些建议 但是很多时候呢,就像这位朋友给我打电话 他直接就是说你们就不要做了 他说你们去做一些吃喝玩乐的东西就好了 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不是那种喜欢吃喝玩乐的年轻人吧 我们跟一般的年轻人不太一样 我们从来不去酒吧,我们周天去教会 然后我们也尽量地按照神的律法去要求自己 虽然很多时候并不到位 但是我们会尽量往那个方向去做 所以世界人喜欢的东西我们真的不喜欢 所以我们才会做这样一个视频 你说如果说我们要是真的都特喜欢做吃播 或者特别喜欢做那种什么美妆穿搭的 我们也不会真的来做这个频道吧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穿成这样的 一个是跟大家开一个玩笑 第二个就是说很多人不喜欢我们的原因 或者是一看到我们的频道就说 这个东西不值得看 为什么?因为我们年轻 所以看起来好像没有经验 然后因为好像我们两个长得还人模人样的 所以好像看起来就是认为是没脑子 然后不务正业 所以很多人的确是希望我们好 就是你们这样会活不下去 你们这样会饿死 那你们就干脆去做网红好了 或者你们是找一些比较有出路的这个方面 其次呢就还有那天那个朋友打电话 跟我们反映 就说说我看了你们那个节目 说一点意义也没有 然后一点深度也没有 那说没有深度的原因是 他认为我们没有把真正的问题讲出来 但其实在对于我们整个社会 现在发生的真正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哪怕是基督徒 哪怕是保守派 哪怕是很爱国的人 对这个问题不见得都是统一的 就比如说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很多人现在认为 真正的问题是深层政府 是克林顿 是比尔盖茨 是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 等等的这些啊 他们认为说这些东西是真正的问题 包括像什么光明会啊共济会啊这些东西是真正的问题啊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一点意义都没有这个东西 因为他恋同屁 然后他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他掌权 你真的是没办法太改变什么东西 你可以说你看你们这些人都选错了你们好笨 然后他们掌权他们你看他们多坏多坏多坏 但是除了你知道他坏以外 没有任何可以改变这个社会的方向 你只是知道说他是一个坏人而已 然后你可以跟所有的人说他是一个坏人 自己什么都不要做 但只想要听就是那些人很坏 那些人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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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天到晚就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然后支持无关紧要的事情 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在做什么事情一样 我相信这个可能是跟那个就是大家喜欢追剧 对 一样的这种心理 对 也追剧一样的心理 其实就是一个吃瓜群众吧 然后我再讲一个这个 我们才刚有这个留言 目前你所看到的Elon Musk 已经被川普编为自己人 Elon Musk的真身是个深层集团培养出来的白痴 Florida的州长Ron DeSantis 是一个隐藏很深心机很深的人 很会作戏故意掩盖自己的人 你们年轻人不会看人 就在节目上面先推出来要谁要选2024的总统 所有真宪法还未推出之前的您时刻不要把话说死 什么 对 OK 首先这个Elon Musk是不是被深层政府弄出来 我觉得深层政府这个东西就跟左派的racist一样 你可以指控任何的人你可以指控任何东西 只要你不喜欢就可以当深层政府 现在这个就是这就是右派骂人的一种方式 你不喜欢谁你看谁不喜欢都可以说深层政府 对 然后Florida的州长Ron DeSantis 然后他他或许他真的是心胸很狭窄 然后有很深的这个臣服之类的 但是他现在做这做的真就是很好啊 他做的事都是好事吧 对 如果要看 然后他的民调现在的确是已经超过川普了 而且我们也没有再推进推荐他来去选总统啊 你们年轻人不会看人就不要在节目上面预先推荐谁要选2024的总统 我们没有推荐任何人 没有所以就是说到底他还是瞧不起我们年轻 那年轻就没有资格去讲这些事情 大概可能要超过60岁以上你才有资格进这个门槛吧 我个人认为是尝试才是有没有资格去做这件事情 等于说就是你把柯林顿啊罗斯柴德家族那一套放在保守派这边而已 好像保守派这个地方也是有一套阴谋论 然后在抵抗左派 this is really really stupid 所以你知道吗 左派最高兴了 左派最喜欢我们这样追剧了 哎你们就去追剧 我们该干啥就干啥 反正保守派大家都跑去看电视剧了 全去看小说了 没有一个人真正身体力行去做出来 左派最喜欢你这个样子 他们就希望你什么都不做 然后他们最希望就是看到保守派彼此攻击 我们年轻人想要出来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年轻人真的有报复想要来翻转这个世代 然后真的是把这些新闻整理好弄出来 然后把后面的道理 然后还有跟圣经怎么样连结去做出来 结果你说没有意义 没有深度 然后你们年轻人干脆转行吧 其实我能够理解我们当然需要成长 很多时候我们的观点也并不见得说就是百分之百成熟或者怎么怎么样 我们是在慢慢的进步在慢慢学习的一个阶段里面 但是如果你要说说你年轻你就没有资格做这个 不如你就跟世界年轻人去一样 这个说法我是完全反对的 如果你要是到教会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教会在老龄化 而且每一个老人都希望说 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可以来做一些事工啊 你去看那个YouTube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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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做这个东西 你们年轻人去怎样 而且有的事工起来的全部都在那边讲一些废话 比如说像基督徒能不能自慰啊 能不能看A片啊 就是这些东西 这东西还要讲吗 你圣经读了之后你还会觉得说 我可以自慰 我可以看A片 然后还可以乱性 婚前还可以有性行为吗 我们是当然是希望去触碰到一些社会真实存在的问题 现在整个世界吧 你都不要说是在美国也好 在台湾也好 在中国也好 整个世界现在基本上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所以就是我们针对这些问题 我们是不是要真的去做一些什么 或者是是不是有年轻人 虽然他做的不好 虽然他们水平很低 但是他们愿意把自己全时间的奉献出来 去慢慢的做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 最起码我们愿意这样去做 哪怕可能做的不好 但是大家给我们一些时间 我们可能会去调整 然后慢慢的进步 会越做越好 其实我们的节目 如果大家看了之后就会发现 我们跟普通的政治评论的频道 或者是新闻频道 我们是有区别 我们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一直在呼吁大家 说要去做文化和基础价值观 还有教育的转化 那这个东西呢 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付出实际的努力的行动去做的 就是说你真的要穿上鞋 你真的要背上包 你真的要走出去 你真的要跟人面对面的去谈 而不是说 只是说选举的时候 我们来吵吵架 谁是神的仆人 谁不是 然后那个天天刷着手机 看一看 又看看这个阴谋论 给你出了什么新的电视连续剧 看一看 然后这些东西 就把你拉住 让你不去真正的做 有用而且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各位看我们的那个频道的观看量 就知道了 就是选举到的时候 其中选举不算 no one cares about其中选举 总统选举的时候 大家就会看 哦这样这样这样 其他时候 一般的人是不在乎政治的 我并不是在说这是一个坏事 因为绝大多数的人 比较在乎自己的生活 很少人在乎自己的这个领导人 做了什么事情 那我们只在乎他们做的坏事 然后他们很坏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的话 然后我们只是要批评他们的话 其实并没有对你有任何帮助 因为我们在乎的是我们自己的人生 然后我们自己的环境 而且这些东西不是他们可以改变的 你像说学校的这个老师变性啊 或是怎样 是你要去抗议 你要让老师知道 图书馆里面变性人在读护士书给小孩听 是你要去那边抗议 你要让你的社区知道说 这个东西是不被允许的 但是哪一个人做了 就是没有人做 我们在这边报新闻也没有人做 然后你会期待说 川普会来改变这些 Ron De Sintas会来改变这些 勤政国去的国会会改变这些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我们是要一起努力的 你就说把勤赏累死吧 这些local的事情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 那个建造都要去改变的 你要附上你的一份 他去国会附上他的一份 我们在平时生活中 社会中我们附上我们的一份 所以这就是我们创造 然后一直在运转这个频道的原因 而且我觉得没有人在讲这些事情 特别是中文的 可能英文有很多 像什么Daily Wire Rubin's Report 各方面他们都有很多这样子的节目 去讲这个东西 但是中文基本上没有任何人在讲 文化价值观 No one care 就连中文的基督教频道 也都不会讲这些东西 基督教频道不然就是讲说 政治跟我们没关系 不然就是加入左派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频道 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想要去改变这些东西 我们想要去做 我们想要改变所有人的人生 还有大家的想法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去生活 然后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们一个一个去改变 我们才可以改变这个时代 我们才可以翻转这个时代 我们不可以靠一个政治人物去 改变我们的人生 那天有一个人留言 就留言讲说 希望秦市长进入国会带领我们 来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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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这想法是完全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选出来的人 不是来带领我们的 而是来代表我们的 也就是说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选出来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 照道理讲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们做这个频道是有目的性 而且每一集都是跟大家说 我们要有实质的行动 我们要去做什么 我们可以做什么 然后例如像说 枪支的议题 我们每个人都会说 治安好糟糕啊 然后什么什么 你看这些什么什么人 又来打砸抢 然后什么什么 但是你没有去保护自己 然后我们看到教育 你看这些人 这些老师好恶心啊 这个什么 Homeschool 你有去了解吗 教会有在建立学校吗 没有人去做任何事情 我们希望的就是希望 各位可以控制自己的人生 各位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 不要去依赖政府 或是其他的机构 来维持你的人生还有信仰 因为当你依赖别人的时候 你就会必须照着他们去做 为什么我们会想要独立出来 然后会想要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不想要被其他的东西控制住 我们一定要讲 那个人认为是正确的 我们一定要讲 那个人认为是好的 这样才对 我觉得这个是 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做这个频道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让各位掌控自己的人生 我们能影响到各位 各位去影响到其他人 这个样子我们才有可能翻转这个时代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频道一直的支持 因为说实话我们接到的批评呢 肯定是比支持要少的 这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们 哪怕是说我们对秦市长采访那个视频 做得不好也没关系 因为最起码我们是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秦市长 那我们后续呢 当然还会继续采访他 可能有的人觉得好 有人觉得不好 我们喜欢秦市长 秦市长也喜欢我们 我们就采访他 那之后呢 如果我们要是有接触到认识到更多的 有我们这样保守派的观念的 这样的参选的人 我们也会继续的介绍他们 所以这是我们的工作 这也是我们想要前进的方向 然后也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 给我们的这些批评还有鼓励 最主要是鼓励 还有来支持这个事工 因为我们的这个每个月的薪水 真的都是靠着大家帮我们买会员 还有各方面的来维持这个事工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这样帮助我们 以及还有教会啊 机构啊这样的帮助我们 真的非常感谢帮助我们的每一个人 要是真的没有大家的帮助 你说我们怎么能继续呢 我们想继续也不行了 感谢所有的人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那个样子 支持我们的人还是非常非常多 而且认同我们的想法的也是非常非常多 想要改变这个时代的也是非常非常多 我们今天这个影片不是在指责说 我们的观众都怎样怎样怎样 我们只是在说我们要走出去 然后我们要真的去翻转这个时代 我们要改变价值观 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不要把脑中的这个理想世界认为说是理所当然的 圣经一定会往这个方向走 我那天在读启示录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很多的牧者还有传道人会说 圣经都这样写了 然后就一定会烂下去 我们什么都不要做 他们烂的话我们还要帮他们加油 因为这样子耶稣会赶快来 对这样的说法很多 对那我个人认为 就像神给我们彩虹一样 神promise我们一样 神爱我们一样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是有选择的 那就像Jonah 他去那个妮妮威城 他就是说你们完蛋了 然后那个城悔改了 神就让他们继续下去 继续活下去 就是要这个样子 启示录真不真实 真的很真实 但是我相信神是慈爱的神 神会看到我们有没有改变 然后会给我们最正确 而且最公正最公益的审判 不要打击自己保守派 真的不要打击自己保守派 你攻击我们两个一点意义都没有 越到了末后的时候 可能这些冲击的东西会越来越多 然后这也是给我们一个锻炼的过程吗 对不对 你说如果要不做这个事工 你怎么会面临这样的环境呢 当然也不会 所以面临的每一个环境都是让我们成长啊 感谢神也感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一直帮助我们 维持我们的事工 也谢谢大家一直帮助我们 转传我们的影片出去 让我们一起加油 让更多的人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候 了解圣经的价值观 就像你刚才讲的 神希望所有的人都得救 我们就是中间的那一个工具 我们就是那一个种子 我们愿不愿意让自己死在地里面 然后结束更多的子力 我们愿不愿意到合场里面去做工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末后的时候 可以选择的 你可以选择你把银子埋在地底下 什么也不做 你也可以选择你去做一个 真正的在天国里面的投资 所以呢 让我们大家一起去了解 并且传播圣经的价值观 而且是把它真正的运用 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不要把这个什么 我们的安全啊 思想啊 教育的这些东西 全数的交给政府 因为我们每个人应该负起 自己应该负的责任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的收看 那当然我们是欢迎大家 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啊 或者是意见 都可以 但是希望大家不要直接讲出说 你们就干脆别干了 因为你们干太烂了 我觉得这种 这种建议没有任何的帮助 因为我们还是会继续做 所以希望大家给我们 很多有建设性的建议啊 然后看看可不可以 给我们一些方向 或者也希望大家 介绍更多的教会 然后更多的 做生意的老板 或者是更多的机构 来给我们认识 然后让我们可以一起 做一个合作的这样的关系 我觉得这样会更好 而且我说真的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奉献 我们奉献了我们自己的时间 还有人生 就来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就是那个寡妇 OK 这就是我们两小钱 OK 我们就只有这个样子了 所以说 当你在这边讲说 你的两小钱 一点意义都没有的时候 这其实是 我不觉得神是会开心的 然后特别是你对一个女生 这样子讲 有种你就冲着我来 没有 在后面再呼吁一下 因为这个给我打个话 这个朋友 我也有问他 我说你是哪一个教会的 然后他非常不屑地跟我讲 他说教会 教会我才不去呢 但是他是基督徒 所以 呀 我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 就是有这些 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 就是其实没有接受到教导了 也就是说你可能是受过洗 但是你没有在继续的读圣经 然后没有再继续教会 或者是小组的这种生活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然你不能光受个洗 你就说你是基督徒 你要去了解圣经 要了解神怎么说 然后自己的生命有转化 你知道生命有转化的过程中 你再出去转化社会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 神也应该是希望我们朝这个方向去做吧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希望我们两个这个老气的造型 不会吓到你们 放心 下一期就会恢复过来 喜欢我的秃头 还是他的外星人头呢 那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看看我们两个哪个发型 你更中意一些 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特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